现在互联网对我们土木行业的人 评价非常大 其实我们干土木的没有其他的爱好 像我呢就比较喜欢玩鸡 但是我总是一个人玩 非常的孤独 所以说我借助这个这次鸡回报 我邀请跟我有同样爱好的人 跟我一起玩鸡 你带一个鸡我带一个鸡 我们可以各玩各的 也可以换着玩 大家把这个玩鸡的这个技术啊 境界呀 就是共同交流一下提高一下 使我们就是更加丰富我们的业余生活 哎呀这次你远道而来吧 也没有什么好的那个安排 就带你去玩玩鸡行不行 真玩鸡呀 真玩鸡呀 那还假的吗 不是这玩意儿龟王 就是看你的选择和你的需要 而且我认为找你非常需要玩鸡 这玩意儿咱试试吧 那行来吧 来吧 不是是是是这个鸡呀 对呀那你以为是什么鸡呢 你回来 你快跑 救我来 啊快跑 现在互联网对我们土木行业的人 情节非常大 嗯 成年抽烟喝酒啊 你看我不抽烟不喝酒 我不也干了这么多年吗 嗯 不要有对土木老哥有这种刻板印象 我吃个药吧 这是什么药啊 这是酱雅药 哈哈 酱雅药 成年人嘛 必须得情绪稳定 像我这种 如果说这种血压的话 如果情绪不稳定的话 就生前 所以说 哎呀 社会舆论呢 对人杀害太大了 就我现在 一说干土木 我都排不去 主要咱比友吧 就是觉得你们也不光是抽烟喝酒啊 你们不还整 整点那个什么吉他的小香 咱们土木老哥主要全有三大爱好 对吧 你就光说那个抽烟 还有那个喝酒 嗯 最后一个你怎么不说呀 起脚嘛 按摩嘛 对不对 这个 有的时候吧 这个 对自己的思想境界吧 没有绷解 有的时候就随波逐流了 随波逐流了 就是几次啊 就什么时候 每个人嘛 其实我们看土木的就是 非常的辛苦 其实你说 咱们国家现在为什么 现在是极建土木 都是我们一代一代 极建人牺牲 对不对 每年开春 出来 春节过后 出来以后 可能一年回不了亚 每个人 出门在外 身体非常的疲劳 精神非常的空虚 周围呢全是男人 就是说身体 也很难得到放松 精神呢 有什么心理化呢 也没无处复述 有的时候呢 就通过这种方式呢 去放松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说 你看 有我们工地一般都在 就是说 很多项目都在纯正表 被开发的地区 当地有一些 剩余 就是劳动妇女啊 他们确实也没有什么 考虑就业的那个房子 你看我们 有的时候 刚刚已经去了 周边就开一些 什么饭店了 小玩具了 也包括这个 按摩的一个 就是按摩房吧 对按摩房 给我们同步老哥 一个身心放松的机会 那基本上就是 同步老哥都会摁吗 对 这个都会摁 包含百分之百了 对吧 不能说百分之百 任何事都不能做百分之百 那都说了啊 干肚目不讨厌不喝酒不行 但不还存在那种 像我这种 不讨厌不喝酒 我也相信 有关一样 就是我 到目前为止 我可能没遇到 就人的认知 还是有界限的 那平均你一个月 都按几回呀 这个事吧 平均不了 这个事根据你自己的心情 比如说工期紧啊 压力大的时候呢 可能去的就稍微频繁一点 你们一般区域那种村落里的小按摩店 都是什么样呢 很简单呢 就是一个简单的门面房 几个简单的按摩宠 我年轻的时候 我刚上班的时候 我喜欢找这个年轻的 就是按摩的那个小门 随着我年龄增长 我现在就喜欢找大姐 因为随着我这个健康程度的下降 我对这个放松身体的需求 就越来越好 年轻小姑娘没劲啊 对不对 我大肆 这广广的 这口特别重 口特别重 手特别重 你先这样一下 你说咱们说的所有东西 全是绿色的 我这个 这个只是 我的手指都 肾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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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这么一下 行这么一下吧 我今天谈到的话题 都是绿色的 没有一点没法法律法规的问题 是成立的 一般的服务都是标准化 比如说你找一号继续 和找八十八号继续 它的手法是一样的 但你村 村镇的按摩店 有的人就没进过 属于就大力突起 城里都正规 都统一掉装 正规的一般都穿啥 我也就是工作服嘛 上长下短 那不一定 工作服看它这个风格定位 所以它村镇的 它就没有什么套路 它随便穿点啥 就是说 也就给你按上手 然后那个手法呢 也称之不齐 你找一个按点好的 非常难的 甚至呢 就是村镇的 我一般的现在吧 我都喜欢找男的 尤其就像我那种税务的 四十来岁大水 那按就知道 还是男人了解男人 想让男人舒服 还得靠男人 男人的事情男人办 咱们这种土布老哥 为什么就特别喜欢按摩呢 我出门站外工作压力大 身体的消耗很大 我处于家电厂的状态 有的时候心里也非常空手 腾讯之间 因为种种意义 不能完全全体敞开心 确实是 心里有苦 说不出 需要一个速冻 就是 宣言一下 所以说这也是个好事吧 绝对是好事的 那这个事就是说 你看同路老哥挣到钱 他如果不消费的话 对不对 那钱在社会上不流通 刺激不了经济 发展不了经济 咱们通过 这种方式呢 把挣到钱呢 挖住住一起 当地的经济 和当地人民的就业 也是有好处的 那咱们如果换一种思维 就是你们把钱给媳妇 让媳妇出门找那些小男孩 挣脚 这也是一种变相的促进经济 消费方式吧 但是呢 怎么说呢 财富是谁创造的 这个财富不是我创造的 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创造财富 让我们的工作热情更加饱满 为了让我们的心理更加健康 身体更加强烈 是不是 钱也得花到我们身来 我们大部分的钱 都已经花到家里 就是说 网上那些议论的 总在邀魔了 童木老哥 说童木老哥 埋态脏 油腻 到哪去了 不如好好的 没有文化 就是把我们这些人都给标签挖 那你是什么学历啊 我出错了 啊 装个事 哈哈哈哈 没人得继续话题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童木行业是唯一一个 装装科和985 211 毕业生能干同样一个岗位 一个行业 你说就是装科等于985 对 其实985和211的 他也会和装科一起去洗脚 是吧 对 那这这方面大家都是平的 对吧 包括一些留学的 对不对 就是像我这一带的 也跟我就是差不多的人呢 他们一般都是已婚 我刚工作的时候 我的工程还在本地还有一些 我老家的水 那有一些工程 然后逐渐呢 童木又开始全国化了 就是你可能是你可能是东北 但你可能你项目就得在 西北啊在西南呢 就你不能在本地里干 所以说这个 婚姻状况呢 很多人家里婚姻状况也出现问题 但我认识不少人呢 就是就有离婚的 就是一方面 然后很多跟家里这个 媳妇关系都不太好 就是比如说晚上啊 就总能听到打电话 吵架的声音 然后 包括孩子教育的问题呀 包括这个父母 那个照顾父母啊 怎么说 这家里的人负担也挺大 但是因为这个原因 童木老哥的精神压力也更大 所以说呢 我觉得他们四大的放松底下 是洗洗脚无可厚的 不要摇摩 我跟你说 童木老哥 就是遇到任何的艰难闲逐 不要害怕 先洗个脚 放松冷静一下 也许就会崩溃步骤 确实还行啊 但是这么大屏幕打游戏太费劲了吧 你打吃鸡也行 你要我也看不到人 看不到 还有那个Swage 还有Swage 啊 跟你插着呢 啊Swage还有 他那个Swage还有和你 Swage有啥游戏 可能萨尔达 别还有别的游戏 我看 啊 操 游戏挺多呢 我操 他是破解了还是咋的 不浪 我不浪 他非法二世 卡比 他不是你最爱吗 最爱了 耶 开心吗 开心 太开心了 大吉大利 今晚吃鸡了 不错不错不错 不错了 耶 耶